我們這部分要做一個有效的運用 但實際上來講 我們在品期的安排上 有時候要考量到法庭的使用狀況 這些是不是會影響到 我們能不能集中生理效率的原因 這個也是可以做一個 比較有趣的實證統計 做一個研究 再來就是說 黃御師這邊提到的 歸於代表條款 這部分在現協的狀況之下 其實法院在做調控的時候 他會透過一些內部調控的規定 來考量法官本身的收解案料的情況 作為他可不可以調控的領地 現在是有具體落實 我想在那個人程會裡面 也有講到類似這樣的一個討論 至於說這個案件要不要 限制在重大案件 或是說要不要 所有的案件應該適用 我想到的是說 當然這部分或許是一個解決的方法 但一方面來講 這部分會不會涉及到 關於那個見解的流動 我一直認為說法官的調控不是升官 法官的調控絕對不是升官 它本身是一個見解流動的過程 法官透過這樣子到二、三省這部分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他可以把他的見解帶上去 當然這個部分是一種說法 當然黃御師所提出的一個解決方案 例如說二省的法官 回到一省來把他的案子處理完 我想這部分也可以 將來這部分帶回去 我們就這方面看外國法制 來做一個比較的研究 因為就我所了解 好像在德拉瓦州 他本身 例如說他最高法院是這五個法官 大家缺席或是有迴避的時候 他可以叫二省的法院去 暫行最高法院法官的職務 那我想這部分其實 如果說沒有違避的訴訟法的一些原理原則的話 那這部分我們是可以帶回去做一個研究 那以上出現的報告我們上 謝謝 謝謝李法官 那這樣好 我們謝謝剛才各位老師的發言 我們是不是 現在就看看各位老師 有沒有什麼要繼續再 你們意見或者是 分享一些的回應 如果有的話 順便再三到五點就好 好 謝謝主席 我就以上 的報告 我聽完大家的發言以後 我也收穫很多 我就再浪費一點點時間做一點補充 其實以上所提很多是制度面 經費面 軟體 硬體 甚至於是心態 很多也沒辦法一觸可擊 但是有一些我自己近年來觀察 我覺得非常感興趣的一點是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像刑事案件 最高法院的上述駁回的比例 我想我們都很清楚 大約在十年前 我印象裡最高法院的刑案 可能基案是高達六七千件以上 那麼這一兩年 尤其是最近我問了一下 最高法院的刑案 基案非常的少 甚至有人跟我講 因為我沒看到確實的數據 有人跟我講已經收支平衡了 那為什麼這十年能消化掉那麼多的案件 那這是透過 當然有人會不會說 這次有法律修訂了 新收案件少了 那基案慢慢就清掉了 可是我們知道這十年來 刑事訴訟法上述第三審 沒有什麼重大的修訂 除了少數的像妥數審辦法 限制檢查官少數 因為大部分的上述第三審還是被告去提的 那關於這方面沒有什麼重大的修訂 那怎麼會這樣 我把剛剛的數據我再講一個 我們現在刑案的駁回上述 佔了大宗 那我再舉一點 在民國九十五年的時候 他駁回上述 就是說所有的大概有六成的案件 是不合法駁回 就是上述就是不合法 六成 結果到了一百零三年 到現在累計到八月 上述第三審案件 駁回上述是九成都有不合法 換言之十個案件到第三審提起上述 新案 結果是九成是上述不合法 那我想這個 九十五年六成現在變成九成 這後面代表一個什麼 當然可能從樂觀的角度是說 因為我們高院的品質審判品質大幅提升 但是換另外一個角度 我們會講 上述第三審的被告 我想大部分都是有請律師的 結果請了律師來做專業的協助 還是有九成 請注意這九成是不合法的上述 還不是無理由 表示說你連第一個門檻都跨不過去 你上述就是不合法的 這個對律師我相信 是我們律師的辯護品質大幅下降 要不然怎麼比例高到這樣 很多律師跟我抱怨啊 他上述狀也寫了幾十頁 引經據典 結果幾個月後很簡短的 答案回來上述不合法 那就確定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裡面更值得探討的是 最高法案的刑庭應該是有十一庭還是十二庭嗎 這樣的比例是個庭一致的嗎 很抱歉 那個數據我看不到 不過有人跟我講 這當然我們就講傳聞啊 個庭差不多 那為什麼個庭照理而言都應該是獨立審判的啊 那怎麼個庭他在這邊表現出來的比例是差不多呢 那麼在法律也沒有大幅修正 表現出來的數字幾乎又是一致的狀況下 我們不禁高度懷疑 這背後是不是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來影響這個部分 所以才能有效的達到什麼 過去機案非常多 可是到現在機案幾乎沒有了 那在這一點上面 我們從人民的有效的救濟有效的訴訟的觀點來看 這裡會不會有問題 那相反的我再舉一個數字 那非常上訴呢 非常上訴是對確定的刑案嘛 那非常上訴的比例 還有非常上訴撤銷原確定判決的比例 其實這十年來沒有大幅的變更啊 你看最高潛的統計就知道了嘛 沒有什麼大幅的變更啊 那為什麼會在這一般的審極救濟上面 會出現這種狀況呢 這個我想是我們探究 我們一直希望要妥訴審判 但是訴的造成了 目的好像達到了 可是妥的這個地方 我想是我們從99年 這個妥訴審判的施行後 一直到今天 其實是在我們學界 會在持續關注的事情 以上謝謝 謝謝 我只想就那個 法院審理的那個模式啊 提點看法 就是做個補充的看法 這個 我的觀察是 我們的法院 一直都習慣於分斷神秘 當然 習慣可能是非常難改變 我比較懷疑我們 可能從來都 沒有認真地去思考 集中神秘的意思 而且我們的 假如我的感覺不錯的話 我們可能很多 有不少人可能根本不知道 什麼叫做集中神 剛剛講到說這個 當然如果 才一個式式審的話 法院都控出來 因為都是高等法院 就是所有的法院都來做一審 它其實是加倍的 那我其實有點懷疑 即使在今天 因為法院的關係 就不能做集中神秘 不能做集中神秘 就是法庭分配 因為 真的就只是一個習慣的問題 所謂 這個 集中神秘跟分斷神秘 當然 它的開庭方式真的完全不一樣 那 集中神秘 第一件法官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是安排訴訟程序 跟雙方去排時間 雙方準備要多好時間才可以 在若干月或者是什麼時間之後 來用這個法庭 要多好時間 就是 需要幾天還是幾個小時 就是 這個可能案件一開始進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去排 那它其實是可以找很早之前就可以規劃的 那 我們現在因為都是分斷神秘 其實你就要去想 同一個案子 分斷看也是一種看法 集中在一起看也是一樣的看法 如果認為法庭不夠分配 你可能是假設集中看 看的時間比較多 分斷看看的時間比較少 才會有法庭分配的問題 因為都是那麼多法庭 都是那麼多案子 集中神秘跟分斷神秘只差 是一次看完 連續的看完 還是分斷看完而已 理論上不應該有差別 這是我想的 其實在我的觀點 分斷看是不如集中看有效率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自己律師也知道 我隔三個禮拜開庭之後 我回去再看卷 我重新開庭一次 我還會弄掉很多東西 如果今天不是三個禮拜開庭 三個月以後才開庭的話 那你可能要花的時間更多了 而且發生錯誤的機會也很大 法官可能比律師聰明 但是那個犯錯的機率 或者需要重新去準備的時間 是多的 那如果是集中審理 就是利用那個記憶的深刻 一次這案子 沒做完就是一次問到底 聽這個表現到底 我剛剛講這個分斷審理 法官因為整個案子的進行流程 在法官手上 所以法官一定要決定 我要問哪個證人 我要看哪個部分 我先從哪裡入手 他一定要對這個案件 形成某種心中的先行的假設 而他可能是在背後 在對照還沒有辯論 充分辯論的時候 還沒有提出來的時候 他就開始形成假設 就開始入手 而且就會讓當事人 都要跟著法官的心情走 這個是分斷審理的基本模式 而我們的法官會這樣習慣 是因為案子在手上 其實公安都會說 我自己因為擔任仲裁 我第一次完全做集中審理的仲裁人的時候 我心裡很不踏實 因為我進去聽案的時候 覺得我卷都沒看 我怎麼聽案 這就是在我們的習慣裡面 兩層的習慣 其實法官就是進去聽案 你就是聽原告怎麼講故事給你聽 被告怎麼講故事給你聽 原告跟被告自己會把情緒弄出來 如果他覺得不重要的事情 他就不會講 那現在大部分 聽案的法官也可以在後面再問 多問兩個問題 沒關係 但是法官其實真的不必要把所有的事情抓到手上 但是如果是分斷審理 我比較擔心 那個耗損率會很大 記憶跟這個讀卷的耗損率 其實會讓 那唯一的好處是讓當事人覺得說 哦 法官已經開始已經在審理了 可是這個法官 可能如果告訴當事人說 這個法官要審八次 而且中間是每次隔三個禮拜 比如一個月 然後每次來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 那個法官好像都忘記上次在幹嘛了 當事人很多是這樣 因為當事人對自己的事情 盡力比法官可能深刻的多 而法官現在因為所有的案子都想讓他動 所以他就每按著看你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走集中審理的時候 你就是一開始就跟當事人 把十點、十層排出來 我剛說的是我們現行的訴訟法上 這兩個制度理論上都可以做的 但是有幾個真正在做集中審理呢 我認為是一個習慣的問題 謝謝 謝謝 我這邊呼應一下李老師的意思 我也是覺得說如果在一個事實審之下 把審理集中化是一個很必要的 因為我們其實在刑事訴訟案件當中 我們目前 我常講一句話 是我們警察活在雷落時代 警察活在雷落時代 我們的公訴證據非常重要 我們的公訴證據非常的多 你知道嗎 那如果就證人 以及當被告本人 從一條龍的 萬一從這個派出所到偵察隊 然後又到檢察署又到法院 基本上來講 他每次的公訴已經會被變化了 那在變化當中 你如果又把整個審判過程 又把他拉遠的話 不用講證人 你講被告 每次想像當中被告去運訓的時候 每次雖然大家討論說 我們今天爭典不在這裡 你知道被告對被告而言 他沒有辦法區別你知道嗎 每次回答 那回答久了之後會發現 你為什麼跟上次講的不太一樣呢 因為被告的記憶也在磨損當中 所以 承判者其實反而也會越狐疑 你知道嗎 為什麼你到底哪一次講的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說 集中審理當中而言 就我們目前 當然不是說七舊而言 我們說 我們因為公訴證據 本來行事訴訟當中 公訴證據就有一定的比例 就必須要先去說明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能加速審理速度 我恐怕是 那我覺得在法治上 是對人民是很有利的 當然我們也知道 有些被告根本不想去審理 根本想要脫過這個訴訟 這種被告所在多有啦 可是就大部分的想像 應該還是想說 如果就案件當中 可以我們把迅速那種法治 就是我們發生社會事件 或發生那種 我們這個行事案件 其實都是讓我們整個司法天平歪那一邊 那我們藉由審判制度 藉由其他制度 讓整個天平回來原裝 讓整個司法去 本來有波動回來平息 那本來就是我們原意啊 所以說如果你當上脫太久 那原來這個波動 是沒有辦法停止的 所以說我覺得 我們如何加速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以上 好 謝謝 謝謝副老師 謝謝副老師 剛才那個余大律師跟那個 吳老師的那個指教 就是說我剛才提到 關於那個集中聲明那部分 只是說這部分會有很多因素 那會影響這個部分 就是說沒有辦法完全達到 理想狀態的那個集中聲明 那個進行 因為像現行事務上 就是說我們那個 停期的分配安排 就是我們也可能分到的 譬如說 你可以把所有的集中 那這樣等級 造成就是說 可能我一個罰罰人 就一到三月五開庭 就是假設這一個月 都是我在開庭 才能完全的去使用那個法庭 然後另外一個罰罰人 就下個月 他就完全 那這樣的話也可以達到 比如說 那你要是講的 就是說別去審理 就用審理也不開 不過這部分就是說 在一般的案件上 我想集中審理這部分 達到並不會是一個 特別困難的 現在我們就是說 一些重大案件 或者一些那種 複雜案件來講 因為訴訟它本身 是一個浮動的一個狀態 有時候要透過一個 就是說 當事人在法庭上的共犯 那有時候 它會有產生一個 新證據 可能是當時在準備程序 的時候說 無萬無料的 就是說我意思 這不是理由 但是我就是說 這部分都是會產生很多 就是說 沒有辦法達到理想中 只會集中審理的 一個狀況 但是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就是說 這集中審理這部分 我們一直是 就是說一直是 一直朝這方面在走 現在大多數的案件 我想 不會說提起 一直拖 一直 所以說不斷地更新 成立程序 不斷地進行 另外要提到就是說 我們可能將來 就是說在於 提示證據 調查證據的方式 因為我們現在 在事務上 可能花很多時間 在提示證據 可是在證據 可能之前 可能律師 透過月券 或當時人家 都了解 講到都了解 但是因為我們法律上 出動實際的要求 變成說 我們在最後 在提示證據 進行延遲 辯論的時候 好像大多數時間 都花在提示證據 這個動作上 實際上所進行的 事實的辯論 跟法律的辯論 時間分配可能 是比較不足的 或者說 等到要進行 事實辯論 法律辯論的時候 發現說已經 當天的提示已經快結束了 這部分是確實 這部分可能要通過 是不是訴訟法的法制 或是通過 事務上的操作方式 來進行改進 這個部分就是 就剛剛大於是講的部分 就只用這兩部分 做一個成績 至於剛剛楊老師講的 最好法院那部分 因為很抱歉 本身沒有來過最好法院 所以這部分可能 還是要透過 做一個實證 再去做一個討論 謝謝 謝謝 再一次謝謝 我們幾位老師 還有我們大律師 還有法官 大家充分的 把這個 專業領見 表達出來 中間 有很多 非常討厚的領見 剛才 呂法官也提到 就是說 從事外立場 和開放的 態度 希望能夠 多聽聽顧望領見 作為將來 改革的參考 我想這些 可以看得出來 大家其實是有交集的 至少目標是一致 大家希望我們這個 施重制度 能夠 不管從這個 效率上 從品質上來看 都能夠來提升 我想 這個是大家共同的 目標 那當然從方法上來看 有些聽起來 大家方法上是一致 怎樣能夠達到 品質跟效率提升 有些方法是一致 但是有些方法 可能還不完全一樣 我想這個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總是會有見點見直的看法 不過假定說大家方向上是一致 有些技術性的問題 我覺得是可以去一步一步來克服 像剛剛提到的 集中整理這個觀念 如果大家都認為說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法庭的問題 其實我想國家在 預算的資源分別方面 應該來支持 讓他們來做 剛才這個立法官的意思 我完全了解 例如說今天六位以南人 是這個六位法官 那就希望譬今天 來開始集中整理這個案子 那這個理想上就是有六個法庭 這個就沒有困難 有六間這個法庭就沒有困難 那假定剛剛立法庭講 我們現在當然不幸只有三間 那這個中間可能就會有一些需要 在公共學位置 即便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從國家資源的分別上來看 也應該給法官有六間法庭 可以來共同實現 來這個比較自由實現 像這個是比較技術層面的問題 應該是跟他也克服的 那剛剛有幾位提到 這個專業法庭的問題 我想這個基本上我想 看天起來大家也是比較有共識 像這個女老班過去也帶過這個 財經的專業法庭 那基本上這個想法是 可以說對這個品質跟效率提升 其實也是很有幫助 因為像一些財經的案件來講 技術層面很高 什麼新的金融商品 演新的商品 什麼結構在 那過去沒有這個專業法庭的時候 常常發生事情 就是說 哲學法官花了一年兩年三年 不管多少時間 把這一類的財經問題 金融商品搞熟了 那下一個案子再來的時候 可能不一定分給他 是分給另外一個法庭 他要重新再去摸索 那現在這個專業法庭的話 將來這一些案件一定在這幾位 他們可以專業來做這個事情 那像這一些比較有共識的部分 其實大家可以一起來做 那當然我這個 做這個主持人就是這個好處 我不要這個體驗跟意見 好 我只能說剛才 我們這個六位以南人提的這個保護理件 有很多非常讚賞 當然有些我可能會有不同的照度 可能會有不同的觀察 不過沒關係 大家這個目標一致 那謝謝這個主辦單位 來提供這樣的一個場合 大家能夠讓更多人關心這樣的一個議題 讓這個議題的人會有更多的討論 大家能夠尋求更多的方法 那再一次謝謝今天我們六位以南人 大家都提供很多保護理件 那也謝謝今天在座的各位 這個耐心來來這個提大家的意見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 李宗盛